今天真的好冷喔 34年来最早的寒流报道 今天一大早在台南以北 都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 而且气象局要提醒你 明天早上低温还是有可能会再创新低的记录 要一直到后天 这星期天开始才会慢慢的回温 只是今年冬天大家保暖衣服要准备好 因为气象局认为今年会是冷冬 入冬的低温很有可能会再创纪录的 走在路上刺骨寒风不断吹来 民众大衣围巾包紧紧 只为了应付34年来最早的寒流 气象局说明过去三年 整个冬天达强烈冷气团以上强度的天数 多达38天 今年因为高压难偏 有机会再增加 半个冬天都有可能泡在冷气团里 我们这边就容易受到高压影响 温度会低 但是高压偏难 相对来讲是一种干冷的天气形态 几个月前苏黎台风登陆台湾 狂风暴雨的吓人场景 你一定不陌生 事实上今年几个青台台风 强度都在中度以上 数目多达5到6个 整个西北太平洋总计升成31个台风 比平均数26个还要多 气象局解释 因为赤道海温偏高 造成整个西北太平洋海面气温低 也因此造成台风数变多变强 在未来几年 台风生成偏多的机率 还是相对的高 那这个时间指数大概就是年代计 大概十年左右 根据周期数推估 未来十年台风指挥越来越多 而夏天台风变多 冬天寒流变强 极端气候造成的天后异象 气象局提醒民众都得做好 万全准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